严惩翟小川 杜峰说的错果然没有错 游民获作重大决定 哈喽大家好欢迎观看本期视频 今天咱们聊一下CB聊一下北京队 大家都知道北京队呢 是一个传统竞旅吧 也是曾经多次获得CB的冠军 本来届北京的状态是起起伏伏 他就在刚刚结束的比赛中 北京队上是输给了广东队 之前广东队也是在和北京的比赛中 可以说溃败于北京队吧 那场比赛可以说广东队打得非常差 最终大部分输给了北京队 这场比赛对于广东队来说 可以说是一场复仇之战吧 所以说比赛一开始 广东队可以说派出了全部的主力 包括易建连周鹏等一批的老将 加上新人都登场了 所以说杜峰这场比赛是一定要战胜北京队的 在比赛的过程中 广东队可以说是老老的占据了常的主动吧 从一开始一直到最后 基本上可以说出一个十几分的领先 虽然中间有过比赛队追到还有几分的时候 但是广东队都迅速拉开了比赛 最终广东队可以说是战胜了比赛队 从整体实力来说 确实广东队要强于比赛队 因为毕竟是未免冠军 两个球队目前还都没有远远 也是都是国内全员党 要是从整体实力来说 确实广东队的实力还是稍微强一点 但是在比赛中还是发生了不和谐的阴幕 哲友川也是一个上篮 被对方打出箭之后 哲友川也是认为这个球是对方犯规了 他是追着裁判去喊 裁判也没有理会他 哲友川也是用脚踢了一下球 这个动作也是被裁判捕捉到之后 也是直接给了哲友川一个踢 可以说从本场比赛来说 哲友川可以说是被周鸿打爆了 对于这个动作可以看成 哲友川是一个 对于本场比赛 包括在裁判方面 包括在场上的一些不利局面的一种发泄 但是这种发泄方式 确实非常的不合理 因为毕竟哲友川是队长 他的这种情绪可能带动 整个球队的一些队员 比较着急 比较一些 在球场上一些动作可能比较大 因为大家都知道 之前也是因为王学辉 也是北京的球员 他也是曾经对富兰克林 连续两次造成过伤害 也是造成对方一个重伤 哲友川之前也是因为曾经一些比较大的动作 也是受得过很大的争议 其实之前在比赛中 也是剩下在过的情况下 也是对对方一个比较严重的范围 也是造出了很大的争议 这次哲友川又是因为 没有控制好自己的脾气 也是又做出了一个非常不理智的一些动作 可以说对于哲友川来说 对于北京队来说 他的这些发泄方式 可能会造成了蓝鞋的一个重罚 我觉得哲友川也会根据这些情况 根据这些路线回放 也会对于北京队 也会对哲友川进行一个处罚 因为毕竟CBA还是需要严格的管控 如果没有一个合理的承治方法 可能会包括哲友川 包括王学会这些球员 可能会动作越来越大 会造成其他退队的一些球员的伤病 也是希望哲友川能够出现一些新的政策 然后限制一些这些动作比较大的一些球员 之前国务的主角量也是曾经表示过 说北京队有几个球员 确实动作比较大 可能会造成一些球员的伤病 这次果然又应验了 虽然不是伤人动作 但是哲友川的一些着急的脾气 包括一些不合理的宣泄 北京队球员在场上打得比较着急 也是希望哲友川能够出现一些新的政策 能够限制一些这些 经常在场上发脾气的一些球员吧 或者是一些比较严重的上连动作 这样能够让所有的球员 在一个比较安全的环境下进行比赛 好了 欢迎观看本期视频 咱们下期见 感谢观看本期视频